萝卜,首先把皮去掉 清洗干净后,先切薄片 再切丝 萝卜切丝后,放入一些盐 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后,把萝卜里面的水挤掉 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猪油切片后再剁碎 提前泡好的香菇虾米,也把它切碎 锅烧肉后放些油 有一个后放用一个卧,把它快速打散 再放一点泥酒碎 再放一点泥酒碎 不要炒香后,放有香菇和虾米 也要放一点鸡猪 inclusive鸡猪 炒香后尝出来,放入萝卜汁里面 散开炒香后放入萝卜汁里面 放入鸡猪 要放一点鸡猪 放一点蚝油 胡椒粉 就放入鸡猪 鸡猪 加摧лю 放入鸡猪 要放入两大勺淀粉 把它抓拌均匀 也要捏成一个圆圆的丸子 水开后放入蒸酱 要放入螺和丸子 盖上盖子蒸10分钟 可以了,关火打开盖子 就要撒三些葱花就完成了 萝卜丸子这样做一口一个 刚刚好,非常好吃